纽约著名华裔策展人邓雁和林英明8月28日至31日继续重磅打造名人艺术各展 中国当代艺术家曾浩纽约画展反观即将开幕 届时将展出曾浩的60幅油画和绑画作品 作品跨度近30年 集中呈现了曾浩在各个时期的不同艺术特征和精神追求 也体现了他对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深刻理解 据了解 这是曾浩在纽约第二次举办画展 曾浩反观画展由世界华人艺术联盟和美国卓越艺术联盟主办 北美艺术中心 北美收藏家协会 中国成都钢美术馆和中国成都素色堂文化传播公司协办 反观 对艺术家来说是一种回溯 是升华的法门 对观众来说是一种俯瞰 是欣赏的捷径 如果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那么在不同艺术家和艺术批评者的眼里 就有了不同的曾浩及其作品 张海涛说 曾浩将对未来的虚构和预设称为幻象 有魔幻 幻灭的多重之意 我更多地称其为多重宇宙的幻象 郭云说 曾浩的作品有历史叙事的痕迹 但更倾向于现实批判 黄赌说 曾浩在创作中融合了写实基础与波普语言 并柔合了现实暗语与形而上的批判 高领说 曾浩为了表达传统文化 面临现代物质文化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欲望膨胀 在人物形象的造型语言上 强化人物形象自身带有浮华魅惑味道的物质材料感 Marek Dickman-Wijinand表示 中国艺术家曾浩的作品给人们带来了困惑 惊讶以及视觉上的愉悦 郑念提说 曾浩的作品显然是一场关于封硕和失落的轮回的警示 它可能会促使人们停下来思考 为什么进步总是伴随着肆意横行的苦难 反观 中国当代艺术家曾浩纽约各展 8月28日中午12点开幕 地址法拉圣市政厅 多一个角度 多一个选择 环球云市